圣诞节前期 本台记者走访购物商场时发现 广场开门营业不到半小时 就已经热闹起来 不过人潮虽多 消费的民众却不见得多 遇上百物腾长 消费者都认为 在购物时必须格外谨慎 避免意识冲动而做出无谓开销 之前我可以讲 market比较好一点 人家span那个钱 付那个钱去吃东西 或者是买东西 买东西 就是没有想太多 要吃就吃 要买就买 现在就是会想一想 只花什么我们需要 现在我需要保持 什么我需要 所以我需要思考 我需要在买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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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思考 什么我需要 以前比较好一点 如果比较好 经济马币又跌到这样 所以消费都要比较谨慎 要看有seals 就好像现在 Christmas sales 或者是有一些 warehouse sales 有一些promotion 才会去买 等于小孩子的东西 要贵 消费者谨慎开销 减少购买 对业者而言 无疑是一项打击 因为很多时候 消费者在经过 兜番考虑之后 就会打退糖果 选择不买 收访的广场销售员 今年的业界 比往年来得差 这些 经济不景气,民众花钱难免要深思熟虑一番 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民众庆祝佳节 毕竟有心也能够好好过节,欢喜度日 NTV7实习记者曾思科采访报道